名偶封雲匯 印譚與老旁 封雲高 主持 吐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 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繼續收看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吐傑的Patreon 和鮑偉聰的理論 也非常感謝各位陸續的家人 還有特別會員渠道封雲匯 阿聯酋 杜拜王子 所謂被指為雞棚的移魂 這幾天繼續在香港發酵 由於實在太大件事 因為不但影響 香港其中一兩位當事人 個人的名譽 而整個香港 所謂現在還自稱的 國際金融貿易中心 而被大陸的小紅書定性為國際金融為止 現在是吸引到美國西方列強的投資界 是帶著冷笑去旁觀 如果你說這一宗叫阿聯酋王子 他答應過五月會回來做續集 如果這場戲做不下去 或者證明做下去竟然是一場煙花 現在香港你日後不用玩 你回到1842年 渡光時期的漁村 不如宣佈自己做一個南中國海的新型漁港 就更好 這件事涉及到幾位 來香港中東王子之稱的 沈魂龍博士 沈魂龍博士最近發出聲明 說這位中東王子 涉嫌說他想接通大陸這一位疑似的民間 調空鐵路的大亨叫唐通 在香港或者中東發展所謂的架空鐵路 跟他無關 可惜香港的一些傳媒 包括中資的南華早報 和于品海是一道控有 而且是由中建行 現在據說全權擁有的香港01 仍然是對這位中東王子的興趣有爭無矣 好了 最近引起一些評論 包括香港有一些親中的地產界人士 竟然說你們不要這樣窮追猛打 這樣吵人家怎會肯來投資 沈博士說 還有一些親中的地產界人士說 你管得什麼雞不雞鵬 就算是老千、騙子來香港 我們都要好好地招呼 哇這些這麼業餘的輿論 就算是老千、騙子來 我們都要好好地招呼人 我真的香港128年來沒聽過 包括這個70年代末期陳重青 來到香港都好好招呼的 後來香港的股民 因為買了陳重青先生名下的股票 騙了多少東西 損失了多少東西 這些就是對於老千好好招呼的結果 現在香港什麼時候淪落到這樣的地步 就算這個阿聯酋這個王子被指為搭雞鵬 都不是說只是南華早報 去率先去發掘和跟進 我們再參考一下 香港特區政府和精英非常崇拜的新加坡 新加坡現時 我們都知道是遠東一個是雲集 這個家族辦公室的一個國際貿易城市兼國家 這件事你學人家新加坡搞家族辦公室 人家專家身份的新加坡又怎麼看 當然就要參考一下 李顯龍不會出聲的 笑笑口而已 當然就要參考一下 新加坡國營官方的聯合早報 他身為食花生油是怎樣評論 我們看到這一篇 2024年4月3日 就是餘人節之後兩天 聯合早報的評論和報導 他的標題就是 杜拜王子已在香港設家辦 即是家族辦公室 就是疑魂重重 這個標題已經是有道向性和立場 好了我們再看看 這個聯合早報怎樣報導 新加坡怎樣看 他說一名自稱是阿聯由杜拜王室成員的男子 早前聲言有意在香港設立辦公室 並獲香港特首李家超接見 他這樣寫的一段新聞 但近日被港媒發現 即是被中資的南華總部發現 原來是擁有大量菲律賓歌迷的杜拜歌手 消息傳出後引發熱烈討論 懷疑最近積極拓展家族辦公室 業務市場的特區政府被騙了 真是死了 是不是 這個是聯合早報的第一段 這個有沒有立場呢 不可以說是有立場 而是帶有某種的價值觀判斷 因為這份是聯合早報 這篇文字的報導是那裏新加坡金融專業角度 蒸漏出來的一種判斷 就不是環球時報胡錫進 是學人說他去買股票 然後虧了兩萬多元 不是中國環球時報 是新加坡聯合早報 然後第二段 聯合早報自己去做事 他說有不願透露姓名 那些亞聯酋駐香港領事館前外交官 接受聯合早報訪問說 曾在香港接待過不少亞聯酋王子 這些王子都很低調 他相信該名男子只是杜拜王室一個遠房親戚 未必有大量資金投資香港 這個就是聯合早報上你一棟 他自己去訪問一些外交官 而亞聯酋的外交官 選擇對新加坡的聯合早報 透露這些是他的看法 我早就說了 阿拉伯王子帶著很多錢來 怎會通街行 香港有沒有沙地阿拉伯和中東資金 有有沒有南韓資金 有有沒有印尼台湾的資金 有有沒有俄羅斯的地下資金 一定有 你見不見到那些人通街行 是不是帶著三七四次去買東西 不是不是 我不是很認同你的角度 我就有保留 因為首先 這篇報道是來自哪裡呢 你都會說是新加坡的官方 喉舌這個聯合早報 這個聯合早報就代表新加坡的官方 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和香港是一個競爭關係 特別在家族辦公室上 之前就根據統計數字 有1400多間在新加坡 現在香港就聲稱有2700多間 就多它成倍 現在突然有一宗杜拜王子 拿5億美金來 那當然是眼紅的了 新加坡政府 所以通過聯合早報就抹黑香港 我認為是抹黑 因為它是競爭關係 所以我們中國人最喜歡誅心論 當然要先想它的動機 但是我還要援引沈運龍博士的高見偉論 他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他提出 第一 他自己親身見過這個杜拜王子的護照 是有HH的 代表叫Hines 即是說那個是殿下的身份 有朵的 另外 還有 他提出一個 這個邏輯很有趣 但是值得深思的 就是他反問記者 現在他有沒有騙過你一毫子 沒有的 最多騙了一張SIM卡 現在你為什麼說他是騙子和搭雞鵬呢 他也沒有騙過你錢 還有第二 如果五月的時候 他真的沒有拿到五億美金過來 蒙羞的不是香港政府 或者香港的財經事務局 蒙羞是他的家族 因為他兌現不了他的承諾 所以免是他丟 不是香港特區政府丟 所以沈博士這番偉論 我想想想也對 譬如那些保虐黨 你去騙人的時候 喂 他 未得手之前 他都沒有錢落袋 沒有騙過你一毫子 你怎麼可以說他是保虐黨呢 對不對 還有 如果他真的騙不了你 是代表他的技術低 對於他的集團來說是丟臉的 知道嗎 就是被人覺得唾棄 為什麼這個雞鵬搭得這麼差 所以想想沈博士的見解 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現在人家真的沒有騙過你的錢 你怎麼可以相信聯合早報呢 他很有道理 我當然很同意他的邏輯 不過近日特區政府辯論 引起23條爭論 最流行的 提出很多人恐懼的名詞 叫意圖 你知道嗎 意圖 當你有一篇刊物登出某一篇文章 又或者某一個香港人 據說管友 是一份舊的《蘋果日報》 海關哥呂關長說 你是不是意圖 這個管友 透過管友這個《蘋果日報》 或者其他刊物呢 你是不是意圖想煽動香港人 對特區政府或者中國的仇恨呢 這個都有罪 你一樣可以爭 我現在煽動了幾多個香港人 已經煽動了幾多個香港人 仇恨香港政府 我管友我在家 或者我在行李包 我在台灣或者英國回來 我管友某一份東西 讓你找到 你都說這些是叫意圖 是不是 意圖呢 你反正意圖是未曾發生的 就是我拿著把槍 走進去匯豐銀行 對著天花板 砍一槍 拿了錢出來 然後周圍有一些 西人的顧客 建議勇為 走過來 把我武力制服 然後是報交警察 我都可以跟警察說 我只不過進來開了一張槍 一開了一槍 我想搶 錢而已 是吧 是吧 我現在到這分鐘為止 我搶過匯豐銀行一槍嗎 沒有 是吧 是吧 你可以告我什麼叫做藏有攻擊性武器 或者藏鞋 是吧 可以告我擾亂這個公安秩序 都不算因為匯豐銀行大堂是私人物業 但是你不能夠告我叫做意圖行劫 因為我未曾拿到 未曾成功拿到 是一個先 是不是 這個叫做 他未曾 當然他到目前為止這分鐘 不是 是沒有騙過一行 是沒有 這個我同意 我同意 但是現在他是拿錢來投資 他怎麼會騙你錢呢 最後他不拿錢來 都是零而已 不是負數 他不是拿了五億 然後特區政府要拿五億出來 合起來一起對賭 不是 所以如果沈運龍博士的邏輯 又真的通 因為他拿錢來 他不是抬錢走 是不是 所以 為什麼現在說他是老千 沒有可能 何況他真的未拿 說了五月 萬一他真的拿五億 是 對不對 我完全同意 不過沈博士這個 是未曾騙你一毛錢 是令我激發起 對23條很多意圖 動機 這個邏輯上面的討論 是不是 我希望沈博士這個 都未曾騙過你一毛錢 這個邏輯 是可以在香港的刑事法例 特別是23條 是廣泛應用 是不是 還有一個邏輯 我聽回來就是說 現在你們這樣 包括陶生你 這樣針對這些中東的杜拜王子 來到香港成立家族辦高室 你當別人是騙子 你會搞到別人覺得被羞辱 然後不再來 你知道嗎 本來來 本來有五億的 然後再放五十億的 但因為現在你們這樣報道 又說他是歌手 又說他其實是遠房親戚 你令到他覺得不受尊重 那麼他五月就不來 因為你們不給面子 會不會呢 五月來不來 現在我們還不知道 這個就要看看他在香港的家族辦公室 那位麥小姐的個人魅力 可不可以讓這位英俊的王子回來 這個就不要太悲觀的 整件事呢 據我們第一集已經開始說 我們第一集已經說 我們跟隨中資擁有的南華早報率先的偵查報道 然後是由中建行現在持股 曾經是由愛國商人 于品凱先生 于品凱博士擁有的香港01 是對這件事特別有興趣 而不是香港其他的文型報紙 尤其是南華早報是咬著不放 那麼當然你現在網絡世界會引起其他人的討論 對不對 評論你香港的報紙的社論不太出聲 很多這個叫辦公室設在海外的所謂的KOL 那時候馬上做他們的學術研究 Google那裏 然後這個keyword那個keyword 然後對砌一堆 那我們當然是要關注一下 對不對 所以這個雞不雞 雞鵬本身也不構成一個負面的 不過雞鵬是一個香港的俗語 雞鵬是中國的農村 尤其是廣東華南一帶常見的 是吧 雞鵬啊牛鵬啊豬籃這些 都是跟中國人飲食 這個吃雞啊吃豬肉啊這些是有關的 所以雞鵬不是一個抹黑的 是一種對於食物和口腔滿足的期望 雞鵬裡面是可以是刺的 可以是養著很多雞的 還有雞鵬裡面的雞可以隻隻都很肥的 是吧 還有拿出來的湯是可以比家鄉雞 所以雞鵬本身是一種通俗的名詞 雞鵬不等於說是一個叫天仙谷 所以請有關人等聽到之後 就不要太激動 是吧 不過呢我就想今天就研究一下 卻之有一個叫中東王子 有一個叫所謂家族辦公室來 完全是特區政府主動吹奏 說香港是想仿後新加坡 吸引很多叫家族辦公室 是吧 在數字方面 而且呢 是非常之快速 自稱是多過新加坡 像有家族辦公室 這種說法呢 就反而令我覺得有興趣 首先什麼叫家族辦公室 什麼叫家族辦公室 還有現在你香港今時今日的地位 外資走了 還有香港近十年 他對面對的所謂的家族 擁有巨資上百億上千億的 到底是國際的家族 還是深圳河以北很多的紅色家族 你要搞清楚 新加坡有很多家族辦公室 人家搞到未必等於你搞到 那種的家族和你家族不同 這個令我想起 香港不需要你特區政府自己去吹雞 它本身民間和市場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巨大的總辦公室 這個總辦公室有個管理人 不是這位麥小姐或者沈博士 厲害了 是中國北大以前的高材生叫趙建華 趙建華就一度是香港的一個很龐大的家族辦公室的很多個集團 成為家族辦公室的集團的總管 可惜趙建華在某一年的年初一 是慘租上面中國政府強力部門 用他們的方式夾回大陸 現在據說是被判囚13年 人們不禁要問 如果你香港面對的家族 是趙建華那時候代表的深圳河以北的中國 中國有什麼家族呢 男朋友首先搞清楚什麼叫家族辦公室 家族辦公室這個概念 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國家 近50年開始產生和流行 之所以美國、英國和歐洲有家族 因為大家 在那裡是一個很發達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 例如美國以前有鋼鐵大王 這個叫福特汽車家族 有這個叫石油巨子諾克菲勒的家族 也都有非常神秘莫測 據說是和光明會有關的羅斯柴家族 這些古老的家族 在美國來講 東岸也都聲稱為Omoney 這些家族從何而來 還有這個叫日本 日本更加有三井家族 人家是幾代的 三井是誰 三井家族的財閥 是資助過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 逃亡去日本的時候 是資助他顛覆中國的滿清政府 這些叫家族 這些家族是很有錢的 英國不用說 更多那些貴族 伯爵 那些莊園 除了皇室之外 歐洲還有 這些家族 為何會有很多錢呢 這叫Omoney 這個是人家五百年西方國家 由君主制 君主立憲 至到共和 和實行一個工業革命之後 是非常發達的資本主義制度 是市場和民間 加上這些貴族階級 自動累積成為財富 這些財富的家族 就覺得因為他本國是稅高 或者在這個世界經濟全球化之後 他是放在別的地方 然後交給什麼呢 交給摩根斯丹利 或者美林證券 或者日本的野村證券這些 西方文明國家非常專業的私募基金 他們去管理 是不是 所以你不會見到 你不會見到 諾斯柴家族 那幾個兒子 飛來飛去的 是吧 來到香港高調 是走去 沐廚那裡買東西的 是吧 你不會見到 卡內基家族 那些第三四歲的孫 在香港拿著棵鼠 然後是沖紅燈的 你不會見到 諾克菲勒的家族 第五世第六世的松孫 太孫 在香港的尖沙咀 半島酒店 包一間總統套房 然後走出來指指點點 是給那些狗仔隊拍照 這些叫做家族 我現在請問 香港成為中國沿海的普通城市之後 美國、英國和歐洲的家族 會不會來香港設立所謂的家族辦公室 是吧 還是別人將他們的家族辦公室 就設在新加坡呢 好了 那你面對的家族辦公室 還有什麼辦公室呢 趙建華告訴你 不是紅色家族 有什麼家族呢 是吧 李鵬家族 是吧 江澤民家族 是吧 好了 人們不禁要問 你這些家族辦公室 你說香港有過以千間 你敢不敢將他的名單全部公佈出來 當然了 有很多家族 之所以設立辦公室 就不想你公佈 是吧 以中國來說 如果你沒有經歷過民國三十八年 一九四九年那場巨變 中國以前是有家族的 愛新國羅家族 如果你不推翻滿清 普爾呢 你給他繼續擁有此禁城的珍寶 是吧 還有這個叫舊北平四大公子 包括這個袁世凱 包括張百推 是吧 包括還有那些什麼 黃世襄那些玩古董那些 這個呢 大把家族 還有香港以前河東家族 羅玉和家族 這些叫做old money 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 加上他的文化傳統 加上他的那種體統和貴氣 然後呢 有很多錢 這些呢 才成為家族 到了二十一世紀 家族辦公室 是需要他們的錢 是付託給 一些以美國華爾街為首的 專業的私募基金經理 去跟他們投資 是吧 這個才是遊戲 現在八九十年代 千禧年代的時候 為什麼香港仍然是得到西方 這個叫華爾街的信任呢 下面很多地下的那些資金 就是這個家族辦公室 是吧 家族辦公室呢 可以由個人和家族事行成立 或者委任專業機構代辦 在不同國家針對家族辦公室 這類公司的形態呢 是有不同的規範和稅務 和設立門檻 和種種免稅的優惠 是吧 這些家族辦公室 一定是聘請人做資產管理的 換言之他一定有agent 是吧 那些agent就是香港的這些 美國的投資銀行 投行 香港就不是說 一兩個這些妹妹仔化農莊 來學歷不明 然後突然間 或者某些香港的 你看到呢 是四圍跳的 這些是那個 這些聚會和酒會的場合 滿場飛的傳奇人物 害他去做中間人 是吧 什麼叫牽線人 如果中東真是很有錢的家族基金 必定相信美國華爾街 因為他們是做了成百年 對不起 是吧 連匯豐都沒有資格 匯豐只不過是華爾街這些 投行找到的很多個投資目標之一 匯豐那裏提出這個基金投資的很多個package 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回報的一個資金的接收者 香港如果是一個國際金融城市 就不需要有見到 肉眼見到這些來歷不明的中東遊王王子 是四圍做表演 和見到他在菲律賓開演唱會 就這麼簡單 香港還是一個叫國際金融城市呢 如果是的 就不會出現一個 疑似雞棚的一個天大的 至少是誤解 你說是不是 所以 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其實就是如果 中國大陸這麼多的富豪 當他有家族 那為什麼不是在中國大陸 成立這個家族辦公室 而是要遠赴新加坡 或者香港 甚至其他的國家要成立呢 那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我沒有答案 我問問題而已 而接下來 如果你去google 家族辦公室的功能 有一大篇的文章 告訴你什麼叫家族傳承 什麼叫藝術品管理 什麼資產增值 一大串很亮麗很華麗的字眼 其實你不用管的 這些是在西方的文明 自由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別人走了半個世紀 一直傳承下去幾個大家族 好像剛才你說的 諾克菲勒福特 這類的家族 他們為了下一代 不會把他們的家產亂摔 第二 就是希望財產能夠 存承和增值下去 那一套是整套西方文明社會 那一套資本主義之下的運作 其實大部分的家族辦公室 都在歐洲和美國 而亞洲只是近年才會興起 而針對的 好像李正元所說 直接說 就是來自中國大陸裡面的錢 我不管這些錢 究竟是黑還是白 而其實近日 新加坡也破了一個洗黑錢的大案 所以它收緊了很多家族辦公室的設置 和稅項方面都會收緊 表面上好像新加坡是不想做那麼多家族辦公室的生意 而事實上是因為新加坡發展得太快的時候 同時吸引了很多中國大陸的資金 而這些資金有點來歷不明 令它遭受到這些洗黑錢的調查 其實香港一直以來都是擔當這些白手套的角色 現在突然間說要搞家族辦公室 其實就吸引了一些 好像你說在中國大陸 或者是一些突然間暴富 或者是他們的錢需要找地方配置的地方 還有簡單來說 除了防止下一代敗家之外 還有家族辦公室和資產的管理 其實是兩個概念 辦公室是一個董事局 或者是一個管理人的角色 而下面的一些投資只是其中一環 通常這些家族辦公室還有一個慈善的功能 你記得碧桂園的例子嗎? 那位女首富曾經 就在香港成立了一個慈善基金 然後其實我們也報導過 慈善基金的好處是什麼? 萬一破產或者清盤 這個慈善基金裡面的資產 以及裡面所有的東西 是不受影響的 所以成立慈善這個項目 也是這些家族基金裡面的一些必做的事情 當然裡面還有很多不要說是逃稅 是避稅或者是合理地把很多的開銷 放進去慈善機構裡面 我曾經也接觸過一些 成立了Session 88慈善機構的公司的人物 裡面很簡單而已 無論他的租金 無論他的女朋友 老婆子女的人工 甚至他的法拉利 再加上他喝喝吃吃 去哪裡買東西 全部這些單都可以在慈善機構裡面的開銷 合理地報銷 是的 所以家族基金 不是家族辦公室下面 其實才是那個所謂遊戲所在 除了可以所謂的防止你下幾代人 敗了那個資產之外 最重要是避稅 你剛才提過碧桂園 這是不是中國現在所謂的民企 龐大之後的家族 民企 可以是碧桂園家族 可以是許家印的家族 可以是曼達的黃建林家族 甚至可以是馬雲家族 所以我第一集就問 你特區政府聲稱是成立家族辦公室 這些面對北向的家族 你有問過一個叫做習近平辦公室 行不行 這些碧桂園家族等等的資金 正是習近平辦公室 覺得非常之有興趣的這些 他們認為很多是國有流失的資本 你香港在那裡 在那裡抹大口 你有沒有問過習辦 有沒有 這個我們第一集已經問過 這個就不關沈博士 或者那些麥小姐的事 是特區政府應該回答的問題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你現在香港已經不是英國殖民地領導的香港 如果是英籍時代 很多國際的辦公室 歐洲的辦公室 信是信什麼 信之米自棋 信皇室的廢號 是信英國不是信你 現在你經過二十幾三十年 這樣所謂的折騰 和這樣的變質 你在搞家族辦公室 那種家族辦公室只能夠是以紅色 或者是中國的民間資本的辦公室 什麼叫家族辦公室呢 他們提供的服務 現金管理 風險管理 稅務規劃 同樣像你所說 叫慈善規劃 還有房地產規劃 資產投資 遺產的規劃等等 甚至很多為他們家族的成員 包括小孩子的生活管理 例如密識英國什麼貴族學校 他讀了貴族學校之後 跟著在英國投資什麼房地產 還有呢 投資買什麼豪華遊艇 私人飛機 家庭的財富教育 和各式各樣的顧問 這些叫做家族辦公室做的事情 所以 他一定要來自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 包括律師 保險規劃師 會計師 精算師 遺產規劃師 還有有全球視野的基金 讓經理人去代錄 香港你現在有沒有這樣的資格 香港現在今天是什麼地位 OK 家族辦公室 他要投資股票 債券 ETF 以及基金 包括奢侈品 加密貨幣 以及不動產 但請問現在中國香港 一個是華南沿海的城市 你殺不殺得起全球化之下 國際包括中東真正的家族辦公室的投資 如果在23條和國安法之前的香港 我還覺得香港是有機會可以和新加坡爭一日之長短 但是自從23條和國安法之後 你切身處地 如果你是中國的紅色富豪 或者是你所謂的民企有錢人 他會不會來香港成立辦公室呢 還是他會想新加坡呢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因為如果他知道香港已經 國安法和23條之後 所幫你去管理資產的公司 在國安法和23條之下 他有可能將你的情報 或者你的家族的資產上佈中央 因為這是國家安全 因為國家安全包括金融和經濟安全 而你裏面的資金流向隨時是透明的 所以這個問題 為什麼其實新加坡和香港的競爭 現在已經是不需要討論這個原念 因為所有有錢人都會去新加坡的 中國大陸 他不會來香港的了 有一些去不到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現在收緊了洗黑錢的門檻 和那個對家族辦公室很緊 因為之前動門打得太開 很多不清不楚的錢去了那邊 現在破獲了一宗大案之後 現在調轉去不到新加坡的 手指納就留給你香港 手指納是哪些 就是杜拜王子 餅乾碎 這麼簡單 餅乾碎 所以聯合早報說了 聯合早報說了 他未必質疑這個王子的身份 可能是一些非常非常遙遠的親戚 冥王星這麼遠 但是也都是銀子有限 說了 因為真正有水的這些王子不會通街行 所以這個不要跟人說家族辦公室 這個是一個非常綜合的 金融經濟和政治的組合名詞 家族辦公室有很多風險的 例如你知不知道2020年 著名的案例 是一間叫做Archegos Capital 它管理的資產是超過100億美元 實際上是使用高槓桿的避險基金組織 以家庭辦公室名義去投資 2021年這間家族辦公室宣佈倒閉 銀行損失是多少呢 瑞士信貸50億美金 野村證券含了29億 摩根士丹利也損失了10億美金 家族辦公室和華爾街 這些私募基金的經理人中間 再加上全球不同的市場 是玩一種非常之狡猾和高風險的遊戲 這個是全球化以美國華爾街為首 才懂得玩的 你現在香港成為一個中國城市 更加令人好笑的就是 曾經上海又說要取代香港城 那不叫國際金融城市 你發什麼夢啊 會不會有別人美國家族的錢 放在上海開家族辦公室 是不是 所以這些 上海人都不在上海開 不是 你既然發夢說海南島和上海 可以取代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成為國際金融城市 說一些笑話出來 我們風雲谷都懶得去回應 不需要批國 現在就是因為這個 叫阿聯酋的王子 搞出一宗這樣的戲劇 是吧 所以才會引起 不要說這些架空鐵路 現在 誒 亦都發現那間公司是被視為 是信用缺失的公司 大陸那裏報出來 这些是中棠 很多问题要回答 所以千呼万换 香港人肯定希望这位中东郎子 五月回来 很快的 大约过几月之后 到时一定会令四面八方 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揭晓和答案 好了 多谢各位收看 风梵谷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 好 多谢大家 希望今集的声音回复正常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下一集再見 我們呼籲大家幫忙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方雲惠 拜清德蕭美琴當選 這是美國暗鬆一口氣 最容易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藍絲無知 群眾的一個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 是令到藍絲抗拒 有沒有讓我看錯 判就個個都會判 但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 是會有傳記 張五常的花名叫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這種性格 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 這些叫偏偏我這樣吹 是不是覺得和劉淨和梁振聶 有某種的類似 公公敬敬送金融上車 然後跟旁邊的幾個社長做事 剛才聽到查先生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的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他覺得自己是很有成就感 連林作瑜都關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叫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陳國基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百直的婚宴 成千人 這個就是後面 他的師父葉國華 就是在做一個 秦代呂不韋的角色 是不是 這個很明顯 其貨可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梁民道 蔡東豪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我找你做光明鼎 我說我一個怎樣做 我要留天賜 不用留天賜 我和你盲分瓦架 有一個叫劉細良 接著劉細良就拿著沈旭暉 葉蔭聰 梁啟智 朗天 這幫人我不認識 梁啟智未到 黃衛倫 是黃衛倫 這幫全部叫青年社會科學才俊 這個人是很不相信我 因為在牛津的時候 他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的 這個也是一個 中共我相信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匯 和陶生爆剎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的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 兩年以來對風雲谷的支持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我們會不會 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